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卫华大师珍藏 关乎瓷器的第169集 也就是第169奖 今天给各位介绍一件 代表长寿 你看他的造型 就像一个神规 就像一个灵规 我们义经的仪卦 仪卦是修身养性的一个卦 初九一就讲 十二灵规关我躲凶 灵规比吃喝玩乐 那是不同的境界 舍而舍弃了你的灵规 你的心灵最神圣的那一块 而来吃喝嫖赌玩乐 你就完了 灵规在易经的时代 在商周时代 我们知道的甲骨文 朴士 主要写的朴士文 都是什么 用神规来做朴士 周 周一 周我王的周一 商周多重视这个贵 在国库里面的质保 举凡 国之大事在四与戎 世界祭祀 戎就是作战 出征 都要问这个什么 灵规 灵规的造型 不得了 这归型的杀语 他的证券名称之为卧虎 这是王刚老师 经常用的那两句 重气啊 重气啊 不过他讲重气 多半都是一个小碗 几个美女 推着推车 那个展示推车 要推出来 重气啊 重气 相对之下 我们这真的是重气 我们小声说大话 借用王刚老师的那两个字 重气啊 重气啊 打个灯给各位看看 这正确名称叫做卧虎 大卧虎 他的青花 跟白柚 这白柚 还闪着那种什么 青色 亮青柚 这是在 元跟明 尤其在明初时期 表现的这个柚 这个青花 为什么 元到明初的青花 最受到大家受伤家的重视 就是在这里 因为他青花 英文叫blue and white blue and white 青花 跟白柚之间的互动 这个中间的对比 是最美丽的 blue and white 英文就是讲的是青花 我们中国人青花两个字 是带有文学色彩 已经稍微失去了它的原意 而英文 大白话 blue and white 就是 金色跟白色 强调它的互动的关系 这个大蝙虎 这个大卧虎 也没什么好转的 也没办法转 这么重 很重的一个虎 可是一般我们在台北故宫都没有 台北故宫应该有 北京故宫有 台北故宫有 它的原始造型是来自于中东的青铜器 中东的王室用的青铜器 用的什么 金银器 金银器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还摆有12世纪的 同样造型的大卧虎 是什么 金银器 金银器 金银包括铜 以前那个年代的 讲的金 是包括真正的金 也还包括铜 铜也称为金 早期的我们中国也是 早期的什么 青铜重器 也称为什么 金 他都这种美丽 阳明立万 两岸故宫百代 是永乐时期的 永乐的代表 因为这种握股 到了永乐的时候 做到了最精致 薛德就没有了 所以一般人 会误会 为什么收藏家 要拿出来介绍 其实从元代就有 数量不多 因为他这个气景 非常难做 元代 到明初的 红武时期 都有 在什么时候结束呢 到最辉煌的 永乐时期 做结束 所以大家 故宫 两岸故宫百代 都是永乐的 他虽然是没有俗款 但一看 就是永乐的风格 但最难能可贵的 但是 我们台湾的 蔡国梁老师 他是玩瓷器 也好 玩瓶器 也好 终身直的 终身直的 这个 讲话 有的很中肯 他亲眼看过 元代的 红武的 跟永乐的 他的说法是说 元代的 比较厚 就是平摆在桌上 比较厚 比较高 而红武的 稍微低一点 永乐的时候呢 就四平八稳 相显之下 比较薄 比较秀丽一点 人家说 永乐清花不是吗 清清俊秀 没有朴实之人 就有那种 俊秀 大师大 但他有那种 俊秀之感 那我们这一天呢 是红武 那我的说法 又把蔡国梁的说法 更具体化一点 除了他是厚薄之说 还有就是那种 野性之说 元代的 就是有那种什么 有那种土豪感 那种野性 那种野性 带一点点粗犷 粗丸的感觉 红武时期就收敛了 变得比较俊秀 比较秀丽的 可是真正到了 清新俊秀的时代 是永乐时代 它这是一个 渐变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这 难能可贵的 我也是只有这么 因为我有收过 永乐的 所以我对比之下 在看这个红武的 我看得更为的清晰 教授上都摆了 大概将近三十年了 所以我对他的这个 我有我的一个 独到的一个见记 那上面的文士呢 还有几种 有一种突起来 中间的这个半球状的 有的是什么 有的那个是心脚状 就像是天上的 星星一样的心状 我们这是什么 水珠状 一个水珠状 整体的群士 有的时候它是挂边 它边上有边士 我们这没有边士 直接是一个大通景 画的是什么 禅之连文 禅之连 而 辨士跟各位 我现在一口气就讲完 我都不耽误太久 禅之连 看起来 它的那种笔触啊 一笔到位的这种笔触 就是跟 早期的罗马 希腊罗马时代 也流行这种文士 你看我们现在的 所谓的家具里面 巴洛克风格的家具 也讲究的是这种什么 蝉之 蝉之花卉的这种感觉 这是中西河壁 蝉之连 更代表了这种什么 明初 从洪武 到他儿子永乐 到宣德 都自为尊重的一种文士 除了有花 而且它的花 每一朵开的都不一样哦 各位注意看哦 其实元代开始的风格 元代你看元代的 元代强调的是什么 牡丹文 元清花山的牡丹文 你看 每一朵牡丹 画的都不一样 这个我们眼前的这个 我们可以算几朵 一朵 两朵 三朵 四朵 五朵 六朵 七朵 八朵 这八朵的莲花 每一个都不一样 就跟元清花山的牡丹文一样 这个蝉之 画得非常美 非常的优雅 优雅之中又具有这种力度 它这是一个什么 抛物线型的 或者S曲线型的 这种美是被公认的一种美 公认的 而且是代表生生不息的意思 生生之为义 代表什么 福泽绵远 代表什么 子孙万代 代表什么 王朝永固 经欧永固的意思 残绵不断 这是这八朵的 蝉之莲花 多朵 都展现的 哈利亚还有一个很特色的一点 它带着这个卷卷的 这个卷卷的 这个卷卷的 这一类像什么 脉税 脉税文 这是这种大蝙蝠上 这是这种大蝙蝠或者卧弧上面 很重要的一大特色 当然它又有什么 运伞 青花 苏玛丽金的运伞跟铁锈班 另外更难能可贵的一点 我们怎么去辨识它的朝代呢 我跟各位具体 讲 具体而为 宏观也讲了 我讲伟观 你看最上面 最接近瓶口的 这个叶子 我们知道 建立原青花 也从这个叶子下手 这个叶子原青花是成葫芦状 我们已经把完整的葫芦 变成了什么 像螺丝一样 像个螺丝一样 对 这就是过渡型 原青花过渡到红武时期的一个特征 重要的特征 除了它整体的行运 它是比较原青花 原代的这种卧弧上面 它显得比较俊秀 但俊秀之中还是看到它的粗控 它的两边这个细 你可以看 还有原代的这种影子 就是来自于青铜 原青花上面的这个细也好 或者是这个铺首也好 或者瘦耳也好 都仿制于青铜器的耳朵 青铜器 然后它口颜的地方 它的口 苏玛丽金很重的颜色 它是用什么 青花反白 然后这个效果里面 再用青花 这是几重的这种变化 又带于原代的这种风格 而且也比 相信这样 比永乐时期的卧弧 来得粗 脖子要来得短一点 好 我把重要特征都讲了 让我坐一下 坐一下 我们比论一下 我们就可以结束了 给各位照一下 它的这个美感 欣赏一下它的美感 我们就可以照一下 结个图 刘大师讲的话 我们都把它录像下来 做一个验证 这在博物馆里面都没有 这在私人手上加手上 也有 但据我所知 各位数 我讲的是全世界 各位数 各位数 这个是难能可贵的这么一件器物 而且它是教堂出土的 它是出土器 经过了清洗跟整理 它这也是一件什么 难能可贵 站起来一下 站起来比一个什么 夜 比一个夜 比一个夜 Number one 比论一下 这就是什么 收藏的一种什么 一种心情 收藏家的一种心情 收藏 我们说是一种情怀 是一种乐趣 是一种志趣 金钱 倒是其次 你纯粹奔得金钱而来 那就辛苦了 你要有一种情怀在 即便你做买卖 你要懂得去欣赏它 你要懂得去鉴赏它 这样的一个买卖 才有生命力 才有传承力 才有生命力 好不好 我想 我们还是找个程序 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魏华 大师珍藏 八号 瓷器 在对 一百 六十 九击 也就是对 一百 六十 九减 今天给各位介绍的这个名称 我再讲一遍 明 红武 青花 海水 我现在讲了它的原心的部分 半球状 海水 蚕之莲文 大沃湖 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的文字 好 我结束之前呢 我就 小心的给各位 因为它很重 怕把我们太太的桌子给压垮掉 我带着转 转到哪里 有出镜头的地方 大家也不要怪我 试着看一看 这个架子我配得很好 这是我以前拉大提琴的 放大提琴的架子 摆这个正好 摆这个正好 我把这后面的垫 我把它保护它的垫给它拿掉 小心的转 很重 真的不好断 要不然我连桌子转 连桌子转 这样试着 这样看 不同的角度 各位就可以看到 不同的角度 我连桌子转 要不然实在是太重了 能够欣赏到就欣赏到 欣赏不到的话 我也没办法 再看它的侧面 侧面 同样是禅之连 禅之连 同样的那种脉穗文 同样有那种脉穗文 中间它的细沙底 就所谓的麻伤筒的细沙底 看起来粗摸起来细 而中间有凹那个痘 这是一个这个大沃骨的一个特征 它相对应的 前面带右的地方 它是凸出来 同样的 它吐出来另外一面的 这个阴阳之为道 阴阳之为道的意思 另外一面 它就是什么 凹进去 这是阴阳 我们中国人从阴阳的角度来说 但是我跟各位讲 它有它的实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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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什么实际用途呢 跟各位讲 它在经营器上 它是可以使用 上面有盖子 各位看 这边有细 这边有盖子 要联系它盖子 盖子拔掉之后 倒酒 倒酒 倒酒的时候呢 它凹洞的地方 它等于是一个卡榫 它有一个子母 它用一个器物 顶住这个 这个半圆形 这个圆形的这个 凹洞 顶着 一个手固定它的颈部 一个手顶着后面 让它起一个角度 可以出水或者出酒 美酒 倒出来 它放回去的时候 你不能平摆在那边呢 它容易漏啊 它也是这样 像我们 它可能不拉大体型 它也有一个架子 这个是好像 马背上的民族都喜欢这样子感 我记得 我以前有介绍过吧 还是忘了 我有一个白柚 暖白柚的 元代的暖白柚 上面画的 又里红的花卉 那个瓶子就上面大 到下面 像个插笋一样 它变小了 顶住的地方变得比较小 这是什么 马背上的民族 他们下面有个座子 有个圆座 固定一放 就文靠 像我们在 新石器时代 在彩陶文化里面 也有一种瓶 下面是什么 锥形地 锥形 他们是研究说 它就在水里打水的时候方便 可是你怎么摆呢 那水会漏出来 对 他们有架子 他们有木架子 插在木架子上 这是一套 所以各位要理解 有的人说 这种不是实用器 要不然摆在那边 水都会散出 就是实用器 我讲的是经营器的时候 大部门博物馆有 大英博物馆也有 它就是实用器 它用的时候 它顶着 要不然下面有凹槽盖 怎么用呢 人家很多专家说 我不理解 还要研究 不要研究 就这样 它把它顶在 我从小在眷村里面 我们家有烟酒牌照 我卖过酒 我知道 打酒怎么打 怎么样弄漏斗 怎么用漏斗 怎么样一勺多少 两勺多少 大中小 勺子大小编号 排列的整整齐齐的 挺好玩的 先回忆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 初九期 进行器的那个年代 你看 在我们唐代以前 随唐时期 因为我们说到大部门博物馆 那都是随唐时期 就是随唐离歇代 一千三四百年 一千两百年到一千四百年 一千五百年 就有这个七五实体 所以 在公元六百年前到七百年前 从元代 到洪武 到永乐 就趋于成熟 然后呢 宣德 这个七下西洋 最后一次是在宣德手上 然后他就close掉 所以 那算是一种文化融合 这一个年代 那宣德 关了门之后 close掉了之后呢 这七五就没有 所以没有看到宣德 只有元 洪武 到永乐 永乐拿到高峰 最 清新俊秀的 就是永乐 这样一期次的 洪武 那洪武的数量是最少 所以我有这一件 引以为荣 为什么我这么得意呢 比克兰的大拇指 为什么这么得意 这就是一种收藏的情怀 对不对 我骄傲的不是我有多少钱 而是我骄傲的 我是收藏了一件 真正到位的东西 好吧 跟大家一起分享 祝这样 大家都有像这个神规 灵规一样的修养 所以舍尔灵规一挂的 初九谣各位 第一个谣 李谣词 一定要背起来 这没几个字 移挂的初九谣 舍尔灵规 关国斗影兄 当年周杰伦 小的时候 他妈妈 跟唐兄弟玩 窗户里 都看到唐兄弟 在外面玩 多羡慕啊 觉得那才是人的生活 他关了门 拉着窗帘 苦练钢琴 到他现在是什么 音乐才子 他现在是天王级 他的除了歌曲 他的唱 他的作曲 《青花词》也好 或者《蓝天旭》也好 或者什么 《烟花易冷》也好 那这种歌都可以 传唱千年 就印证了 虽然这不是一个很贴切的一个例子 从现在大白话来讲 就是 移挂的初九谣 移 这是嘴巴的那种形状 它叫什么 三雷移 上下两个羊谣 中间四个都是阴谣 经常一个人张开嘴巴 一样 他吃东西一样 移挂 移挂的初九谣 舍尔灵规 关我朵意 凶 就人要回到初心 这种情怀是很重要的 其他的是吃药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